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做一期不下BB 那我们这期的不下BB的主要内容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网上不会讲的这个内容 那大家经常看到网上很多在讲画幅啊 像素啊 镜头素质啊 但是唯独没有讲这个相机的操控 关心的人比较少 但是我认为这个相机的操控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影响你平时的拍摄的体验 它的相机操控是否流畅呢 很大的影响你能不能拍到好的片子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太关心这个事情 可能是因为大家好像对相机用的就不是很熟 所以说对操控来说就没有什么追求 我也见过很多人买那种D5或者DX这种机器 这些业余爱好者呢 其实对这个机身的操控并不了解 既然讲操控的话呢 我们肯定要用一些相机来对比一下啦 那我就找了一些价位比较相似的相机 那虽然价位是相同的 但是它们的操控真的是千差万别 那第一台呢 就是加农这个ES M3 偏入门级的一个微单相机加农的 然后呢 就是索尼的比较偏入门的相机 A5100在这边有 那它的操控是偏入门的 如果大家知道了 肯定有一个A5000对吧 A5000和5100它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5100呢 拥有的是A6000的CMOS和对焦系统 对吧 它就是一个拥有专业心脏 但是操控非常烂的一个相机啊 我给大家待会看一下它到底烂在什么地方 5100放在这边 然后呢 当当当当 虽然是一个同价位的2000块钱的一个相机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机 就是因为它的操控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松向的G7 到底是有什么好的 到底专业在什么地方 最后一台呢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一台 大家有没有记得呀 小乙微单 对了 就是他们后来又给我寄了一台 因为小乙公司呢 看到我这个视频就觉得 我做的好像就是说他们说的不好了 然后说我们现在这个固件又更新了 那正好寄给我 我们大家可以比一下 小乙的微单它的操控跟这些相机有什么区别 当然了 也有些别的客串的相机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好的 那我们先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呢 我们先从机身的操控开始说 那首先我要说的就是 我认为机身操控是最好的一台相机 松下了一个机器 它到底哪里好呢 那你可以看到它机身上非常多的按键 比如说独立的拍摄模式的按键 它非常方便 然后拨盘 对吧 这个模式拨盘大部分相机都有 然后前后拨轮 这是一个专业相机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然后包括这边有一个独立的按钮 可以看到可以更改对焦的模式 AFS AFC改起来非常快 同时呢 机身 这边也有几个按键 就是可以快速的更改 ISO啊 白平衡啊 那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因为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希望可以快速的更改一些设置 那么如果你的机身按钮越多 然后分布的越开 然后提供的可自定义功能越多 专业的摄影师可以更好的去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设置 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么些 机身上的按钮很多 旋钮 然后波纹非常多 我们再看到机身这个菜单 然后你可以看到 松下这个菜单内容是非常多的 内容非常多呢 就说明它提供的自定义功能非常详细 那么你如果你知道怎么调的话 它这些东西就非常的方便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设置 大家都知道松下是 视频拍摄的是比较好的 它有专门针对视频拍摄一个独立的菜单 你看到这边有很多非常细节的设置 比如说这个显示突出阴影对吧 它可以调整这个伽马的这个值 在其他的厂商下 你可能只有在非常专业的相机上 才可以看到 比如说一些上万的专业的视频相机 那么这台相机只有2000块钱 你看到有这些很多的设置 非常详细 然后它有一个菜单是 这个自定义菜单 总共有9页 我之前有吐槽过 它这个9页的菜单非常的多 内容非常多 但是在操控性上来说 它是算是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它非常多 它就可以定制的东西就非常多 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设置 比如说什么峰值对焦 对吧 比如说手动对焦的辅助显示 就是picture in picture 就是画中画 比如说巴马文 这个是拍视频的专业相机 必须要有的东西 它可以就是防止你过曝 非常方便 这边有一个叫Fn按钮 function按钮设置 那点进去看 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有11个function 右边这边有4个function的按钮 就是在机身上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 function1 function2 function3 function4在这 function5 对吧 它每一个都有非常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总共14页的 一个自定义设置 就非常方便 就是你可以映射非常多的功能 映射到上面 同时它左边另外的5个一个设置 那这个设置是在显示屏上的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function 这边也可以非常迅速的去 调整你相机的设置 非常快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Q menu Q menu就是快捷菜单 这个快捷菜单 你也可以自己定义 在右边Q menu 你按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也可以 虽然可以不用映射到按键上 但是它也可以 你可以快速的进行设置 功能非常多 甚至这个拨盘的设置 因为它这个后面后拨盘上面有个按钮 跟那个加能的ESM5上面一样 当你按下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更改前后拨轮分别控制的东西 那我在这里可以单独设置 它前拨轮后拨轮在这个情况下 它可以更改什么设置 你可以看到它 可以定制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什么视频按钮 是否可以激活这种很细节的东西 因为怕就是一不小心按到这个拍摄按钮 一个是设置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触摸屏 包括这个按钮 包括整个系统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在我在拨前拨轮的时候 它是调整前面的大菜单 拨后拨轮的时候 它是这个响应里面的紫菜单 你可以看到这个速度 响应是非常快的 非常及时的 这个系统非常的好 它可以跟着上你的步伐 你之后会看其他的相机 发现就会非常慢 系统反应非常的不及时 就是用起来就感觉卡卡的 出摸屏 我之前做的那些视频就给大家说过 出摸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改对焦点 你只要立刻出摸更改对焦点 它就可以把对焦点改过去 然后你进行构图 对焦拍摄就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不像索尼的相机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更改对焦点非常的慢 我认为一个专业的相机 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应非常快 按钮非常多 波轮非常多 你的设置非常快 就反应可以跟着上你的节奏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叫做C档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C档 C档就可以把自定义设置 可以存储到 自定义设置存储 可以存三个C档 这种只有顶级的相机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其他的像佳能 或者尼康 可以存好几个自定义档 那比如说我要拍视频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通过触摸屏 这边就可以 首先是我存储的一个 就是使用闪光灯的一个设置 那可以看到F11光圈 快门是125分之1 然后ISO固定1600 那我这时候突然要拍视频 那我只需要点击这边 然后转到C2 它就会立刻转到 这个视频的模式 自动模式 那我这个工作切换就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是非常专业的相机的一个 这个功能 这边也可以比如说 立刻改成连续对焦 然后或者改成单点对焦 就非常快 就非常顺手 整个过程非常的流畅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专业的一个相机 好 那我们看到一个专业的相机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那么专业的一个相机 加能的EOS M3 EOS M3 它是一个偏入门的一个相机 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机身上的波轮就基本上没有 只有一个 两个 两个波轮 但是它有一个 独立的曝光补偿的按钮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独立的曝光补偿按钮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比较困惑的 我见过很多人 就是使用这个相机的时候 为什么最后才发现 是一不小心把这个 拨的正三 那可能是拨错了 或者怎么样 那么模式菜单 你可以看到 它有基本的M挡AV挡TV挡P挡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档位 这些就是给一些不懂的 小白不知道怎么设置相机的人 用的 这是一些辅助的模式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机身 它身上的这个按钮 它就代表了它的定位 包括你在拨这个波轮的时候 它还会给你一些提示 生怕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专业的摄影师 怎么可能不知道 自己现在拨的是什么模式的 对吧 这就是它是面向一个 入门的一个用户的机器 当然按钮也不是很多 对吧 它可定制的按钮 就没有那么多了 你可以在菜单里可以看到 虽然是个触摸屏 但是它的反应会稍微比 松下的要慢一些 稍微有点慢 但是还是不错的 那你在这边定制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可以定制的按钮 就只有三个 一个是M function 在这 还有一个是删除按钮 删除按钮在哪 在下面这个 还有一个是录像按钮 只有这三个按钮可以定制 然后每个里面定制的东西 就是没有那么多 但是基本上基础的都有 假如说你需要快速操作的话 你就没有那么多 可以定制的功能 就是我会用起来不舒服 比如说我想改对焦模式 再改对焦点 再改连拍 然后再同时改ISO 或者改那个白平衡 这时候它就非常慢了 对吧 然后我就很奇怪 它这边有一个MF 这个按键还是不能改的 它是可以把自动对焦 变成手动对焦 真的 我也是看到过 别人一不小心按到MF 然后说 为什么每张照片 拍出来都是糊的 然后就是它一不小心 按到这个按键 对吧 就是很多坑 就是它虽然是面向 一个入门的用户 但是它就很容易让一些 入门用户用起来就很坑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也不行了 那也不行了 对吧 我就推荐他们 直接就拨到这个绿色的按钮 一切都解决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机身上的按钮 然后波轮 可自定义功能 就是直接决定它的定位 菜单呢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能 就是一些比较详细的设置 比如说它这个相机 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曝光模拟 没有 它虽然有个热靴 但它有没有设置曝光模拟的功能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用M档 那我要把光圈调成F11 把快门调慢一点 调到1% 然后ISO比如说调到200吧 这时候整个画面就是黑的 就是它模拟了 在这个情况下的曝光 但是如果我用手动闪光灯的话 我是其实是可以让它正常曝光的 但这时候你在任何拍摄的时候 它就整个画面就是黑的 你也看不见构图就比较麻烦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ESM5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包括其他的相机 也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一些比较细节的高级的功能 它没有提供 这边就是可定制的东西比较少了 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佳能他认为 比较高端用户需要的那些功能 他可能放到这边以后 他会迷惑入门用户 他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结果一不小心就调坏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功能给隐藏掉 或者取消掉 就是一个入门机 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再看索尼的这个入门机 深圳的按钮甚至比佳能还要少 它甚至连机身上这个模式拨盘都没有 机身上没有这个模式的拨盘 所以这个A5100 它的模式拨盘是怎么更改的 是按中间这个按键来更改的 而且它机身的按钮就更少了 只有一个波轮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能 大家可以之前看到我 去用这个去拍篮球赛 它的性能对焦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比如说我要想要更改对焦的范围 或者对焦模式或者是白平衡 所有的东西都要去菜单里更改 因为它机身上没有提供任何按键 你要非常准确的记得这个菜单的位置 大家就知道索尼的菜单做的又非常差劲 就用起来非常恶心你知道吧 就是你很多东西改起来比较麻烦 这就是一个入门机你知道吧 就没有给你提供那么多定制的功能 很繁琐 你要改一个东西 就是进菜单改改改 而且你要索尼这个菜单 就是这个操作也不行 它也不支持触摸屏 不支持触摸 虽然它是一个触摸屏 它是可以更改对焦点的 但是它的菜单里头是不可以触摸的 然后你还能移过来 然后再改改好 然后出去 然后再再移过来 再改改好 所以说就用起来就比较慢 这个最经典的 白平衡是最麻烦的 要找在哪白平衡 在这白平衡模式改改改改一下 好改好了 然后出去 就是很慢 整个过程就非常的非常的慢 它也有一点点的定制功能 在这个齿轮这边 有个自定义按键功能 你可以看见 它只有五个 那中间这个按钮就是照相模式 你就必须要通过设置照相模式 你才能更改这个模式 对吧 那如果你把它取消掉的话 你就更改不了模式了 所以你这个必须要设置成它 左按钮设置拍摄模式 单拍连拍 右按钮设置ISO 对吧 因为它只有一个波轮 你在使用A档还是S档的时候 你这个波轮是 要么就是更改光圈 设成S档的时候 你更改这个快门速度 当你设成M档 好嘛 你只用这一个波轮拨 你怎么切换 按下来切换 下原来是什么功能呢 原来是曝光补偿的功能 所以这时候你的曝光补偿功能 去菜单改吧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入门机 这是因为按钮的比较少 所以说用起来不方便 那再看一下这个定制功能 下按钮 曝光补偿 这边有一个按钮 还有一个问号按钮 就这四个按钮可以更改 所以说你就平时用起来 就不方便 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当一个背机 已经调好模式 比较调成A模式 对吧 抬手起来就可以拍的 然后它这个触摸屏 虽然反应很慢 你可以看到跟佳能 就不说跟松下的机器比 跟佳能比的就有点慢 所以说就操控就反应比较慢 而且索尼这个菜单也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按下去 它不是立刻显示出来的 它是要等一会的 然后按左按右 它也不是立刻就显示 就不太跟手 它就有一些延迟 那你不像松下的相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改设置就非常快 整个就非常快 然后QuickMenu也是非常快 比如说我改单个设置 对吧 就非常的流畅 整个过程就非常的顺畅 索尼的机器就非常的慢 它还没有QuickMenu 对吧 还没有QuickMenu 所以说你整个设置 都要进菜单去比 那你比如说是A6000这种机器 A6000这个机器 它是有个iPhone按钮的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菜单的 那你可以按进去 它来更改 你可以看到这个 按下这个菜单 要等一会它再回来 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慢 就是反应非常的慢 然后Menu也是按下去 它过来 然后这个菜单也是非常多 虽然它的定制非常多 但是这个菜单不好用 索尼啊 哎呀 咚咚咚咚咚咚 找到 可能你也找半天 才找到那个 那个菜单到底是在什么位置的 就非常麻烦 索尼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说你像这个A6000 或者是A7 它有这个菜单的话 比如说我更改对焦区域 我点进去更改对焦的时候 我是这样 上下更改 它就是很多 而且有反应比较慢 如果你在比较紧要的时候的时候 就你可以发现 它拨几格 你都不知道在拨到是什么位置 比如说像这种有紫菜单的 自由点 对吧 你按左按右 它前一个后一个是什么菜单 你是不知道的 不像是加农的相机 你前一个后一个 它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QuickMenu 它的前一个后一个是什么 这边看得非常清楚 对吧 你就可以知道 我想要改成这个模式 我只要按四下就可以了 按两下就可以了 但是索尼的机器呢 它这个菜单里头 比如说很简单 连拍模式 连拍 低速连拍 中速连拍 高速连拍 对吧 这个高速连拍右边是什么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Hi模式 不知道 所以说你叫试 然后每次就会容易调错 这就很耽误时间 那下面这些也是 这个包围曝光是吧 这个就是菜单设置的有点问题 那而且这个FN按钮呢 比如说这个对焦区域 你是可以直接在这边拨来更改的 它就是一个第二个菜单 你可以看到吗 就跟刚才那个模式又不一样了 对 就是做了两个菜单 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 有必要做两个菜单呢 就是用起来就不方便 你知道吧 就是而且它整个反应又非常的慢 就是很恶心你知道吧 然后我再吐槽一点 这个A6300 比如说你要选择这个自由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吗 当你按中间那个按钮的时候 之前的相机是可以更改对焦点的 我给你拿一个拿个HR 比如说我要按中间这个对焦点 我是进入了一个更改对焦点的模式 这个时候我怎么更改对焦点呢 我就按这个 你可以看到有多慢 你可以看到有多慢 我要这样按更慢 我靠 这他妈要人命 这改对焦点改太慢了 本来就是拍体育运动 人就已经跑了很快了 你还要再这样改 对吧 它有个有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拨这个波轮改 拨这个前面的波轮的时候 它是可以上下改的 然后拨这个后面波轮 但你可以看到多慢 假如说我像从左上角改到右上角 你看我拨几次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拨到这边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拨到这边 哇靠你可以看到有多慢 而且它又不是一个触摸屏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触摸屏 所以说跟那些有触摸屏的机器去比的话 它更改对焦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好 那我们再看回这个6300 它又是一个不同的模式 当你去按中间的按钮的时候 它这时候不是一个独立的更改 对焦区域的模式 你可以再更改这样左右 按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多慢 非常的非常的慢 你可以看到 哇靠 简直按不过来 你看一下 在这个同时 你又可以拨这个波轮 去更改光圈和快门的速度 但是就失去了刚刚我们H22 就是可以通过更改波轮 这样快速的移过来 你就只能用这个按键 我擦着慢的要死 而且它也不是触摸屏 6500是触摸屏 但是也是反应非常慢的 它是个速度机 运动机 你可以想象一下 左边的人在进攻的时候 我移过来 他们回房了 然后我想移过去的时候 哇这个我移过去 最焦点移过去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已经跑过去了 整个就非常恶心 你知道吧 用起来就很慢 那我一般用A6300拍摄的时候 就不使用这个对焦模式 使用这个区域模式 它就是只有左右两个区域 那完全是依赖于相机的判断 比如说人脸识别 对吧 那我就只能这个办法 只有这样是最快的 因为一个更改最焦点的问题 极大的影响相机的操控性 所以说 我就不想说了 不像5100 起码它还是有个触摸屏的 虽然可能是反应有点慢 但是总比按按键更改快的多了 对吧 那所以我一般出去的话 就带着5100比较多 因为它改的焦点比较快 而且它对焦是A6000的水平 所以说抓拍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只是因为一个触摸屏 虽然它是一个很便宜的机器 但是只是因为一个触摸屏 它的操控性 对焦的操控性还是非常快的 那松下了机器 你可以看到它对焦就更快 这个改起来 就会触屏反应非常的快 而且就还 你还可以拖动 这个在其他机身上 你根本就想象不了这样操作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对焦的机身操控 佳能当然它也是有一个触摸屏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肯定是比5100快一些 所以说它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喜闻乐见的小乙相机 大家都非常喜欢 我先等一下 我先笑一会 你可以看到小乙这个相机 全身就没什么按键 只有这两个按键 这些就是一个波纹 然后一个界面 非常非常的简单 虽然它是个触摸屏 你可以看到很容易的更改 这个对焦点 但有什么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在 现在是这个波纹 我现在是A档 我要更改这个光圈优先 我只要改曝光补偿 我要按它 对吧 你会发现一不小心按到对焦点 很容易误触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肯定是忍受不了的 这么多误触 专业的摄影师 要求是非常精准的操控的 你像这种相机 它就是非常业余的相机 它就只能 就是说你出去慢慢拍 你不着急 这样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菜单 它没有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菜单 你要像左华 它有一个这样的菜单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菜单 先说这个菜单 哇这个操控 就是非常的慢 那更改里面某一项 就是非常慢 对吧 就很慢 再拿松下的机器比一下 看这个反应 对吧 包括这个 哇 这简直 这根本就没有法比 对吧 这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比如说更改ISO 更改ISO 你还要去菜单改 所以说它就是让你用自动模式 A510年还还好 它这边是可以有一个按钮 立刻更改 用起来还是稍微强一点 这就是一个评论是玩具 玩具就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调整不了那么多东西 好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翻转屏 那你像机器 它是一个侧翻屏 可以看到 非常牛逼 非常好用的一个侧翻屏 侧翻屏的好处就是 那我可以用低角度的时候 可以这样拍 高角度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拍 那我还可以自拍 对吧 翻过来这样自拍 对吧 就非常方便 侧翻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我纵向 我拍人像的时候 我可能采取一个 比较低角度拍人像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这样拍 这就是非常方便 而且它就是一个触摸屏 摸起来就很快 那就是整个流程就很快 或者是这样 比如说拍演唱会 对吧 大家可以看那些泛拍 那些韩国的舞蹈女团 对吧 那你要是在人群当中 想要拍的高一点 你可以这样拍 对吧 就可以把相机高高的举过头顶 而且是纵向的拍到它们 佳能呢 就是稍微差一点了 它只有一个上下的翻转屏 它可以向下翻 高举过头顶 或者是向上翻 采取一个腰高的一个位置的 可以这样自拍 对吧 做些Vlog都可以 它就是不能侧翻 不能侧翻的话就很麻烦 比如说你想要 像刚刚松下这个机器 采取一个拍人像模式 然后在腰平面的时候 它就翻不起来 所以你就屏幕就有可能看不到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麻烦 A510更过分 它它们连往下翻都翻不下去 只能向上翻 你采取一个腰平面位置可以 但是你想要 刚刚的举过头顶 不好意思 你拍不到 它是没有办法向下翻的 我之前去大连去拍孔雀 我要在这个人群当中 想要拍的那个 在D面上的孔雀 怎么办呢 我是这样的拍 我给它倒过来 因为这样我才能看到屏幕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用这么纠结的方法 好 喜闻乐见的小椅 对吧 固定屏幕 拍个屁啊 你拍个屁啊 你根本就翻过去 对吧 你 你说你叫我怎么吐槽 对吧 你根本就吐槽不了 那我就不说了 现在我们再说一下对焦的速度 那之前大家就看过 我小椅的那个吐槽视频 对焦速度比较慢 其实对焦速度 真的是影响你拍摄的流畅度的 那比如说 我是一个松下的机器 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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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这个 刚才对焦点多快 对吧 有个触摸屏 对吧 很快 对吧 很牛逼 对吧 我们看一下佳能的机器 它也是个触摸屏 那你可以看一下 对焦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对吧 这就是因为 对焦性能稍微差一点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也是很快 A51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触摸屏 触摸屏的反应是非常慢的 跟松下的机器 比是没有办法比的 触摸屏的反应是比较慢 但是它的对焦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你可以看到 比加能的速度要快很多 所以说这个就是操控比较扎 但是性能很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 喜闻乐见的小椅相机 大家来看一下 还可以是吧 但是我总感觉没有对上焦一样 它这个屏幕看起来 不像有对上焦 反正是有个触摸屏 还是对焦还是很快的 对吧 这么近的 我能不说这个相机吗 我快烦死了 好 反正就这样 大家看一下 小椅就是这个德行 那好 我们再看一下 非常牛逼的HR 对吧 可以看一下 更改对焦点都慢 所以 这个流畅性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你没有触摸屏 真的是 非常的不好用的 对吧 其实索尼的相机 还是很不错的 真的 它只要加一个触摸屏 只要加一个触摸屏 我真的是希望它这个触摸屏的反应 能够达到至少是1S M5这个级别吧 这个真的是反应非常快 我就不奢求它达到松下那种级别 它真的就是一个挺不错的相机 6300要看吗 就不要看了吧 对吧 这个简直呢 这对焦 改对焦简直没法用 对吧 连波轮都用不了 有没有人要这机器啊 我卖给你 所以说呢 大家刚刚看了这么长时间 一台机器的操控性啊 真的是跟它的价位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些相机的价位 都是2000左右 但是它们的操控 是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的 这台非常小巧 非常的便宜的机器 但是它的操控非常的爽 如果你不过瘾的话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遍 像这种机器 对吧 5100 虽然是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能 但是操控非常渣 就用起来不舒服 那你像佳能 它其实操控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是有一个非常渣的 CMOS 包括对焦速度的 总的来说 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用 小椅 你要我说什么了 不要说 好 谢谢大家看这一期了 拜拜